好,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一个来自于我们的侥幸过离点啊 这个名字起的非常的低调啊 你像我狼随随便便的离点还过不去啊 哎,困难难度我也随便便就能过啊 都不用多说啊 好的,这个可以看到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马战版啊 马战版的就是随时随地都有马 原版的并不是随时随地都有马的啊 所以说咱们就随时随地都有马 这个呢,咱们马战版的 然后就用这个马战天王魏严 很多人说马战上谁最厉害啊 其实如果要是就原版的话呢 魏严和这个和这个黄中都厉害 黄中是无论是啥他都厉害 他没有不厉害的啊 而且黄中就是拿上武器比其他人牛逼啊 因为这个黄中的话呢 你拿上其他武器你会发现这个 你会发现这个根本就不需要啊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你像那个其他人有武器只能砍 对吧 或者跳A或者啥的 而黄中不一样 黄中呢可以选择三连射 他拿上武器也可以射嘛 这个就比别人多了一个 而且这个你可以看到啊 筒筒 然后直接就是一撅 就感觉这个特别实惠啊 你看 直接就是用这个马上的投机啊 就可以把别人直接甩走 这个确实非常的变态啊 不像大家会想象中的 这个这个你看 而且他可以这个各种筒 筒几下的可以直接扔走啊 这马战这个确实赖啊 然后再有一点的就是魏严的话呢 就即便没有马 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也挺厉害的啊 虽然说比关羽要差那么一捏捏啊 而这个魏严的话 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 我是 他这个版本呢 是进大血啊 进大血什么意思呢 可能他的意思就是说 完全进血可能有点难 但是呢 他的意思尽可能的就是不吃那种 就是稍微加的大一点的血 当然刚才的满血吃不吃就无所谓了 骑上马之后啊 容易这个对吧 你吃这个你吃这个血就是 呃对吧 你吃这个血的话呢 容易这个就是你你容易吃血啊 就是你因为你不用说 哎 你往前一走 一碰那个血你就吃了 这没办法 而这里面可以看到 投机的话呢 咱们可以选择上的 把它往后头和往前头啊 这个投机控制的非常好 而且速度非常快 他可以往往前头 还有往后头 哎 这就非常厉害了啊 小心过 安眉 那不能啊 OK 一顿小头 啊 好 走 走 哎 我这一撞 这一撞太狠了啊 接过来 嗯 单单单 可以看到有这个投机就非常厉害 这投机太快了啊 而且呢 伤害 当然伤害并不是那么高 不过呢 特别快 摔完之后呢 可以你看 像这种无限刀啊 无限码刀 这许颖江是厉害啊 兄弟们啊 投机的话呢 他们就投机就是 呃 呃 这个 前下 或者是前上 而这个 这个 他这个 他是说这么操作的啊 但是我是没有啊 我 我是 比如说我用关羽 也可以再马上投机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百分百能出投 我感觉他们就是百分百能出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反正是我 他们告诉我怎么投 我也是了 呃 十四能出个三四两次 呃 我不知道 我就跟他上下上下就能投 但是我慢一点 或者快一点 或者怎么 反正我想让他投 他不一定投得出来 我跟他蒙蒙蒙蒙蒙蒙蒙 他就能投出来 这这真的是 哎呀 这有点扯啊 不忘了 还没有魏严呢 这不能这么说呀 游戏嘛 对不对 那你三国战绩 那你三国战绩上来 你你你上来 你也没有马超啊 那吉江旧恶斗 那马超他也没有啊 对不对 对吧 咱说这这马超你也没有 呃 那你这个魏严那个时候 哎 那倒是有了啊 魏严那个时候有了啊 你要是说 那个吉江旧恶斗的时候 魏严是有了 对吧 但是如果说是这个 你如果说是这个 呃 马超呢 就肯定是没有 对吧 而且三国战绩二的话呢 更是的 那你三国战绩二呢 你三国战绩二 最最可恨的 你还能选孙权呢 你选孙权 然后选择无国路线啊 对吧 这个这个 这个甘宁说 你你你 老孙权说 你这个叛徒 哇 OK 勾引过来 都有马一顿撞 背面撞的话呢 他是没法反击的啊 非常的赖 那个草剑一刀就死一管血 那是草剃剑啊 三国战绩啊 三国志啊 咱们说这个三国志啊 这个 呃 并不是他这个三国志 是日本的一个写手啊 一个一个作家 写的这么一个漫画啊 呃 当然这个所谓的日日版三国志 里的剧情很魔改啊 就不用多说了啊 大体剧情虽然说看起来差不多 但是还是魔改的 然后呢 他加上了日本的这个草剃剑的这个元素 还有一些类似于像什么村正啊 这个一些刀啊 这个一些刀吧 村正啊 村语啊 呃 还有什么这个 这个正国啊 之类的 这什么什么 居一文字啊 等等类型的刀啊 对吧 虽然说咱们这里面是有这个 呃 对吧 很多人说 那这个这个 那是改版里才有 原版也有草剃剑啊 但是这个草剃剑是日本 那个什么三大神器 草剃剑 八尺雄公寓 还有那个八尺镜啊 这都是比较皮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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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它搭起来好简单啊 确实好简单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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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这个像这个你们就不像徐景江了 你看他这个像不像那个妹家 就那个光头 光头 卖家 是吧 被称之为这个 这个周星驰的前辈 他俩唯一合固的一个电影 就是情圣啊 扮演周星驰的师父啊 哎 像不像那个妹家 这边 对吧 这个像妹家 然后呢 通关的那个动画像什么 像徐景江演的那个 那个英雄本色 水浒英雄传之英雄本色的那个 呃 鲁智深 好感谢我们的香菇哥一手大金卡 这一手了 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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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拿个大锤子上面写个位 不知道以为为严呢 啊 但是许楚的话啊 你说许楚拿个大锤子 就感觉非常适合 是吧 但他这个锤子还是那种 西方锤啊 感觉这个锤子是打木装用的啊 打木装用的锤子啊 咱们现在你看有像这比如说像这种啊 带刺的流星锤 还有带链的那种流星锤啊 还有双锤 双流星锤是前面一个大锤 后面一个小锤那种啊 啊 链锤 再就是像那个小晕锤 他那个 他那是大晕锤 小晕锤 但是这个锤子的版本非常多 狼头 感觉我感觉如果你有 你有一件这个啊 兄弟们如果你有一件这个投机 我觉得也挺赖的 真的 一件投机啊 那就变态了 是不是啊 大猪的唇 有的唇可能就点是空型的啊 想想就捅一下 然后直接对吧 直接直接走 这个血量就很够 你看一下就能将近秒一个这种 半块鞋的小兵 啊 A两下一个头 忍者都是小矮子 其实想一想啊 他这里面设计的也挺好的 你别看现在啊 日本人的平均身高啊 可能比咱们中国人的平均身高呢 啊 要要要高一点啊 啊 但是因为这个日本呢 他作为这个发达国家 对吧 他作为这个发达国家啊 而且他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全民的营养可能比较好 呃 所以说呢 比咱们现在呢 这个平均身高要高点 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老年人啊 现在来讲就是 呃 老年人包括这个 呃 即将不如老年人的这些中年人们啊 他们可能 呃 呃 这个改革开放之前呢 可能营养不是很好 那个时候咱们吃不起肉吗 呃 这个 然后呢 这个他们呢 可能就是 呃 比较喜欢 比较这个培养他们吃这个牛肉啊 我记得从他们某一个是不是明智啊 是哪个天皇开始啊 就开始鼓励大伙吃那个他们他们鼓励他们那个米啊 这个呃这个公民啊 就吃那个吃牛肉啊 呃 刚开始呢 也不也不适应啊 去拉肚子 但是早在这个 早在这个 咱们现在这个 呃 近代之前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日本人啊 他是确实比较矮的啊 呃 之所以叫这个窝啊 窝国人啊 不是说 咱们为了 这个埋态他啊 这但确实是啊 对吧 比如说咱们说个子高 咱们一般给他写外号都叫什么大个是吧 啊 就说 就说你想 哎大个啊 大个来出来喝点啊 这个大个 那小个子一般都叫 又叫啥啊 对吧 一般都叫小什么小什么 咱虽然说这么叫 可能不太好听 但有的人可能小个 一般都叫 瘦的叫马杆 胖的叫对吧 小胖 瘦的叫什么 那个那个矮的叫什么 对啊 矮的叫这个 就是 咱可能不太好听啊 就矮的 咱们可能也有这么一句话 说说说美女不过白 不是平凶 就是矮之类的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矮个子啊 但是呢 如果按照三国实习的 那个时候呢 如果按照三国实习 这个日本本土的 这个人类啊 就是比较矮啊 因为他去拜见这个 这个卫明帝曹瑞的时候啊 那个实者就非常矮 而且那个实者说呢 他已经是矮子里面 薄大个了 他已经算是 他在这个 当时的这个啊 他们这个大和民族 也算是比较高的了啊 长得比较好看 也比较高的了 可能大概一米五几啊 算是比较高的了啊 那就不错了 他说那很多人都一米四几啊 到后来 你看咱们这个 明朝这个时期的时候 当时呢 咱们知道那个 风尘秀吉是吧 这个风尘秀吉呢 就是个小矮子啊 就是一米五啊 就是一米五的个儿啊 有很多人一米五几啊 不是一米五几 是一米五 也就是说不到 是吧 就是连一米五一可能都没有 当然杜梁恒这个东西 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 但是肯定是啊 就是说这个小猴子 不为过啊 就是对吧 咱们那时候也说 要窝寇嘛 虽然说有很多这个 但是近代呢 就不一样啊 近代呢 由于咱们这个吃肉 吃的比较少 咱们现在呢 这个案例出呢 吃肉呢 也没有自由啊 因为好多 咱们都没有 没有这个小康的生活 只能说是饿不死啊 现在咱们看 很多时候我就能饿死啊 那不 我就我就能吃上肉啊 但是咱们可能说年轻啊 或者眼界比较宽啊 能赚到钱啊之类的啊 好了 虽然是比较难 你看骑上马之后啊 他就容易这个被人秒掉啊 所以说跟大家讲一下 不是那么简单的啊 骑马的话 确实有点难的啊 容易被秒 再加上这个有的血 大血再不让吃 所以说刚才玩的 还是太过于图章了啊 然后再跟大家讲啊 这个 如果说按照我 跟大家伙的说法 就是 个子的话呢 确实啊 吃肉啊 这个咱们获取这个 比如说你像咱们要人 有长鸡肉啊 讲啥的 蛋白质啊 碳水啊 这都少不了了 还有就是骨钙啊 我 就是二次生长这种事呢 目前在以人类的科技啊 应该说是没有啊 但是说 但是说呢 就是 你即便是 你很多人说 那就是遗传不好啊 比如说我爸就是很自然 你能不能更高一点 这个是可以的啊 遗传呢 它只能只能是 你长不了大哥 但是呢 你肯定 如果你营养跟得上的话呢 肯定是 比这个 你的这个腹部啊 肯定会高一点点啊 然后但是呢 它有一个基因锁啊 就不是说 你比你爸高十公分 对吧 你儿子比你高六公分 然后你孙子比你儿子 还要高三公分 慢慢 那就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能长得两米多吗 当然这个 这个是不是的 因为可能它基因锁在这 除非人类进化了 或者是变异了 需要你长那么高啊 对吧 这就不说了啊 对吧 你像这个鹿顶器里面 那个 是吧 那个爆胎一惊完 说吃完了之后 那个瘦头驼 变胖了 对吧 胖头驼 就变瘦的 又又又瘦又高啊 这个就 不知道了啊 这可能是 黑科技啊 就是 就是说这个情况啊 然后呢 呃 你像这个 咱们都知道啊 那个梅西梅老板啊 踢足球的啊 这个梅老板呢 他就是 呃 他是另外一个特殊的点 就是他不是说遗传的问题 他是有病啊 他得了这个 类似于像诸如正啊 诸如正一样啊 就是比较 呃 不能长个啊 这是有病 但是呢 即便他有病啊 这个病呢 就说明他一般来讲 能治的话 你可以治 他治好了 也长到一米七几了 一米七二吧 这是啊 凡是这个踢足球 你虽然说矮个啊 也不是踢不了 但是你也不能太矮了 太矮的话 可能说你跑的 你腿 腿的这个步伐啊 可能跑的就比较 呃 不说慢啊 就可能 就比不太好捣脚啊 零翘是零翘一点啊 当然没老板呢 可能比不了 这个身高 可能比不了C罗啊 但是说 他可能 也不是特别矮 但是也不是特别高啊 就是他自己的优势 你像马拉多那啊 个人也不高的 对吧 哎 照样是李师叔王的 那你说这个意思 OK啊 咱们说这个 呃 情况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 因为你毕竟啊 咱们说这个 个高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他里面 这个忍啊 还有一个胶 他个子就比较矮 这里这个忍呢 也给人一种感觉 好像也是啊 从这个东营来的 是吧 东营的这个兵 那个时候 呃 说实话 他确实是 可以说是为 大魏的这个 这个魏 魏朝代的 这个附属 这个附属国 因为他是对魏朝代 称臣了啊 而且这个魏朝代 还封他为这个 窝国的国王 他有正了八经的 这个这个名册啊 这个 现在好像是在这个 日本的某个博物馆 里面还有啊 就是后来是挖出来的啊 这个证据 不是咱们提供的啊 是他们 哎 就找到了这么一个 找到了这么一个 说哎 你看 就跟这个韩国 就跟韩国 这个当时这个 这个咱们说 这个李氏朝鲜啊 呃 最开始不是跟这个 有关吗 跟咱们这个呃 这个明朝啊 对吧 他后来挖出来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算是一个公告书啊 上面写的是 崇祯四十多年啊 很多人都知道啊 那崇祯就 十来年啊 十七年啊 对吧 就就就上吊自杀了啊 明朝就灭亡了 但他们还是沿用这个 明朝的这个啊 朝代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年号啊 对吧 而且还往后排 说明了他当时 应该也是明朝的这个复族 因为当时这个 万历皇帝啊 也是确实是呃 就是给帮助这个 当时的这个 朝鲜的这个对吧 去去去去搞事情啊 所以说可能是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说 可能记着这个情嘛 这个这个意思 OK C罗现在不行了 进不了球了 那算数也到了 对吧 最后一阶世界杯了 梅老板和这个罗老板 不知道最后能怎么样啊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表现啊 如果阿根廷这次再次闯进决赛 对吧 而且获得冠军的话 那梅老板可谓是 呃 那可谓是绝了 啊 那真是绝了啊 此生无憾了 应该说是 好 当然说到身高这个问题啊 三国 三国里面身高最矮的是谁啊 很多人说啊 这有名的人啊 身高最矮的是谁是谁 很多人说呢 曹操啊 曹操的话应该是不到一米六啊 一米五几啊 一米五七不是五八 就是相当 反正你不到一米六就完事了 他个儿比较矮 然后呢 让人意想不到的高呢 像诸葛亮啊 这诸葛亮的话 就在一米一米八五左右啊 可能是一米八到一米八五之间啊 呃 最矮的人是谁啊 最矮的人 他比那个 比那个倭寇还矮啊 最矮的人是谁 就是那个 大家伙知道 就是那个 有一个这个过目不忘啊 文殊强制的这么一个 一个人啊 叫张松 他先是去这个 带作为这个西川别架啊 先去找这个曹操 结果被曹操给打出来了 后来刘备啊 就找他嘛 三个演义里面描写嘛 刘备呢 带着这个 对吧 这个子龙 云长 然后呢 带着窝龙凤鼠啊 亲自迎接 是吧 张飞也在 全明星阵容 去迎接这个张松 最终呢 让张松这个 对吧 相当于这个 这个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让张松这个归纳了嘛 这个张松 大概是一米二级 很多人说这个 这不对吧 一米二是啥 哎 就一米二级 当然呢 这是咱们说有名的人物啊 但是在三国演义里面 也有记载啊 对吧 这个也有记载 是在这个 在这个西域的 这个这边的地方呢 还有一个小国家 这个小国家呢 就是 相当于小人的国一样 就是他 他基本上是不到一米的 是 跟我们现在来讲的 就是 就是 就是0.7米到 对吧 0.7米到一米之间 啊 70厘米到 100厘米之间 那不是小矮个了 那就有点像 那个矮人族了啊 那你不知道 还以为是魔戒里的 那个什么矮人族 打造兵器啊 打造什么 密人战甲 什么之类的啊 就可能是那个了啊 这就非常的逗了啊 好 感谢我们的 欲望和求 送送我狼的 三首大金卡 直说了 啊 啊 呃 抢 啊 啊 这关不好打 其实如果是咱们说只要玩的归一点 像这些高手玩的归一点比啥都好 像这种版本只是马战版而已 并不是咱们所谓的那种什么战狼版 如果是战狼版那真的是挺难的 战狼版目前为止在线直播打 我目前为止没有见过一个在线直播打的移民通关 但是我确实见过移民通关 因为我姐说过好多高手也都能打 但是他不是说百分之百也能打出来的 因为这个战狼版不是EV3 战狼版 战狼版的话呢 他不是说光是乘以2 冰啊小冰啊还有boss乘以2的问题 他难点就就难在这个对吧 我不知道大家会能不能理解啊 难点就难点在这个 就是AI特别的高 好的让他骑马 让背着骑马 留一个马让他让他骑 然后咱们还有一个马 你这得赖啊这个 这太赖了啊 小时候你总挂这一关 不能不能 这关你就在残忽堕这儿啊 就是你不起马在残忽堕 你就无限堵在角落里干就行 你卡着兵啊 他没事的啊 他打不了你的啊 我都那么干啊 小的时候你很贵 我也不会 但是安倍 我就比较皮了 好的 一顿这个迷之冲撞啊 卡哈就是干啊 好 你看这许领江吗 这不就是许领江吗 刚才那个啊 就是就是那个 英雄本色里面 那个鲁之神 一样一样的 绝对一样一样的 一生之离 对于我来说是一生之离 对于他们来说 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好 好 对于我来说是一生之离 好 好 好 我来说是一生之离 好 明天晚上大家伙要来的 好 这一堆 其实我想说 这一堆 一堆这个赵家五虎呢 骑上马之后 反而 反而打得还快呢 你看 卡到酒落里面 直接斗刃 其实你感觉 你感觉魏严手里拿的是什么斗 魏严手里拿的是斩马斗 其实 兵器之手就是斗 刀是最实惠的 最简单啊 就是小兵 你就哪怕没培训过 给他配一个刀 他也能干 刀是对吧 刀是最简单的 入门最简单的 当然咱只能说入门 经进了之后也厉害 刀枪剑 你看 刀枪剑戟 辅越勾差 躺步朔棒 边捡锤爪 这越来越难啊 但是呢 可能是有的时候 为了押韵 刀确实是厉害啊 刀枪 这都是说 简简单单啊 这培训 那就可以来的 刀枪剑 挤 但是斧头的话呢 可能偏这个沉一点啊 那几呀 斧头啊 都比较偏沉一点 呃 斧月嘛 都是一套的啊 让钩 这怎么怎么玩 钩就就不好整啊 钩的话 就确实难整 好 这里面 夏浩恩 直接闪到了啊 这不是剑吗 这是刀 好像是下关 三个光头 三个光头 是啥呀 下一关 就是安眉 一个 一个安眉 一个 夏猴 那个什么 导鹅刀剑不分的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 该分也是分的 这个冶金技术呢 后来 我跟你说 这个后线 后后封建社会时期的时候 这个日本的这个冶金技术啊 确实挺好的啊 你包括 你看那个 咱们看亮店里面说啊 这个日本指挥刀啊 为什么这个 对吧 为什么很多这个 哎 这个 比如说咱们咱们 这个 如果要是你像 哎 李玉龙 对吧 你要如果说 你要和 你要对吧 抓住了日本军官 对吧 如果说你战利品里面有这个刀 你给我送回来 顶几箱手榴弹啊 他这个刀呢 虽然说很多人知道啊 就当时的小日本呢 他确实是啊 这个 呃 确实是按理说呢 都是用枪啊 要配这个刀干嘛 他们不是有一个什么武士道精神 我打的就是武士道精神 知道吧 他那个武士道精神啊 就必须得配上这个刀 倒不是说用这个刀来自枪啊 因为短刀自枪 长刀是 就是装饰品 其实就是 你作为军官 比如说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 对吧 这个 咱们说啊 无论是将星呢 还是什么啊 还是笑星呢 就是就是你得有 你得有一个这个 对吧 你得有一个这个 配刀啊 就必须得好看啊 这个有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就是身份啊 就是容易啊 象征的 就是这种啊 大伙儿能理解吧 他这个日本指挥刀呢 也分级别啊 这个大伙儿都了解 而这个刀的话呢 就这么回事啊 所以 其实按理说 你说有啥用呢 用手不大啊 好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 他他给的空中已经卷了 还能 还能直接给拿刀捅 然后摔出去 他得有多大劲 能拿刀 揣到那个安眉 那个地方 然后还能甩走 你看 我感觉他玩这个 好他妈简单啊 卧槽 这这这这 这不对啊 这个啊 好 摔死一个 这感觉 一摔一砸 一摔一砸 也是挺狠的啊 等他过来 感觉这个投机 虽然说打血不多啊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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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不牛逼了 不装逼了 你看 刚才我就说 他这个一顿滚 然后滚过来啊 就像那个街坝里面 那个清牢 后前手似的 即便这个样子 他也能一扎 然后摔出来啊 确实太赖了啊 下后街死的时候 这你选的不是张飞 你选的张飞的话啊 那他就 吐绿笋了 白苗 浮绿笋 很饒不清 对啊 嗯 嗯 嗯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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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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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 接下来啊 这 赤壁之战 不是 当时不知道 这个 谁知道 谁啊 这看来是孙玄啊 这是孙玄大殿上 刘备带着孙 带着一帮人啊 这个大殿上那个人 小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啊 其实孙玄的宫殿啊 好的 在这也能骑马呀 这太赖了 这个 就在这骑马干啊 这就是欺负老师 人的主要是啊 好 而且还砸下来 确实赖啊 你看 鑶拿拿拿拿拿 拿拿拿拿 啊 OK 再摔 卡卡就是蛋啊 毒 好 至少覺得特別凶啊 我實在沒法解釋啊這個 感覺這個金錘 啊怎麼回這兒 這也可以 哎呀 玻璃 這個金錘附空bug了 屬於是啊 好 再摔 這個金錘這個AA 然後過圖 A出來的一瞬間過圖了 結果這個錘子在空中飄浮了 啊 OK 這個是最賴的啊 就作為一個小嘎的豆啊 對吧 一個小忍兵 對吧 他就因為他叫董 咱不知道他懂什麼啊 但是呢 這個浴管血 你不用小看這個 這浴管血不好打呀 對吧 你看有的那個忍啊 還是龍啊什麼的 你看這個姓焦的這個啊 就這點血 忍啊 虎啊 焦啊 這都是 小半管 應該說 或者說是半管 或者大半管都可以 反正不到浴管 確實是啊 這小嘎的豆啊 那個董牛 你看這個龍 也跟董一樣啊 那個龍也是一管血 這個血 血也少 我好像剛睡醒了 就是剛睡醒啊 而且我 我是這麼說吧 我下午睡 睡到了四點多 然後 起來 清醒了一下 然後去爬的山 雨天爬的山啊 登 哎你看 怎麼過圖還有那個啥呀 過圖還有啊 看不看見啊 看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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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 那是 啊 啊 啊 哇 啊 啊 啊 好 感觉骑上马之后吃东西都方便了啊 只要 只要这个马腿在哪儿 你看啊 这个锤子 浮空之锤啊 这个锤子 呵呵 这个锤子太可爱了啊 ok 雷神锤 啊 圣剑也不要啊 圣剑这种东西懂得都懂啊 啊 这个 反正就是马战 为什么没有马超 它这个 它这个版本的三国志就是没有马超啊 它就是不认识马超这个人啊 真正的三国演义里面马超多重要啊 那歌曲戏袍 最主要的是他马超 马超他爹才是最牛逼的 三国第一背国王 你就说那西凉马腾 对不对 马腾寒随 老背国王了属于是啊 好 好 好 ok 齐队马这个挑就是前 呃 前上 前下 呃 说是这么整 但是我是不会 操作呢 就是高手的告诉你们 就是前上或者前下 但是呢 我就必须得前上 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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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 才能打 或者前下 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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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偶尔会出来 十四能出来两三次 他这个三国志 不是咱们那个承受的那个证实三国志啊 他这个是日本人写的三国志啊 不是那个意思啊 好 这大补他也不吃啊 来看看救溜 骑马 哎 你说刚才骑马的话 哎呀呀呀呀呀 赶紧起杀 反应速的很快啊 哎 这个投机真的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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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直线 直接一条 然后摔出去的时候还有一个AOE的上面攻击 你看 马超 马超 马超比那个啥还那个啥呢 吕布最起码有的时候还能动点小心眼 对吧 吕布还能有点小心眼啊 马超是真的是游泳无谋 但是张飞可不是啊 张飞可真的是游泳有谋啊 那可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啊 啊 可以看到地图大啊 就怎么都好 等着你看 等着这个怪来找你 然后呢 你再打他 徐楚也不行啊 徐楚他并不是一个呃 并不是一个将帅子 他只是啊 他不是 他不能 他不能当这个什么 不能将这个义军主帅啊 他不像张飞可以当义军的主帅啊 这个徐楚是当不了的 没有这个能力的啊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谁啊 还有赵云理论上来讲 在正式当中是没有啊 也是没有这个义军不快的这个能力啊 哎 也不行啊 起码真容易被秒啊 这也要卡兵 虽然说我觉得他不卡兵也没事的啊 啊 谈不上保镖 徐楚也干过什么 他也 他也做过中狼将啊 什么意思就是后勤补给 专门护送这个粮队啊 专门运粮啊 这他这这这这活都干过啊 保镖他也干过 好 赤壁之战 二 啊 必须得加一个二 赤壁之战的第二啊 这关是我狼的这个 我狼毕德的关啊 我狼曾经在这一关 反正我在这一关就即便玩普通难度啊 也是照样死人的 呃 最好的一次成绩呢 是打小兵的时候死人了 但是呢 打徐楚的时候没死 那是最好的成绩 啊 另外一个好成绩就是打小兵没死 那打徐楚死 啊 许楚那个 许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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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错的 就是讲这个 呃 你张辽八百人抠袭 也不叫 是正面突袭这个孙权 给孙权吓逼了 啊 确实给孙权吓逼了 但是呢 孙权天亮了一看 卧槽就这点人啊 对吧 他他也就不怕了 但是呢 也就再也没有说 以多打少的机会了 再往后呢 这个 张辽镇守合肥 那也是势均力敌的啊 那也是孙权也打不了啊 呃 所以说呢 呃 也不能说这个纯是 这个事是有啊 但是呢 也一样 那你像甘宁呢 还百计及曹营啊 对不对 你甘宁 一百个这个骑兵偷袭曹操 也照样给曹操打懵了 也照样是厉害啊 也不是说这个孙权就不行啊 那你曹操 你也不能说曹操不行是不是啊 然后再有一点呢 你像这个 还有这种 这种类型的事也比较多啊 比如说像这种什么 呃 像这种 像 这个 那个人要啥来啥 啊 对 还有就是孙策 孙策呢 他只用了三千兵马 啊 但是他这个三千兵马呢 不是吹牛逼的啊 不像那些曹操啊 是啥的 老说自己八十万 一百万的啊 什么刘备说自己帅七十万大军打冬武 攻打冬武 这些都是吹牛逼的啊 但是呢 即便你真是人数三千也不是很多啊 这个孙策 是三千兵马 带上城土黄盖啊 这些老将啊 然后呢 就一个人就打下了江东 这是真本是打下来的啊 这是不是给你心哈哈的啊 好吧啊 好 年纪的头啊 哎 说我不懂的 没事儿啊 你就 你没事儿 这个其实谁也不懂 你要真说的话 这历史的都都是讲的 都是别人说的 在你三国 三国演义和三国证实 还是说什么 看一些其他的 什么试出心意 对吧 什么资质通鉴 好多的信息都不对称 尽管都不对称的啊 这开始你又不懂你这下说 没事儿啊 你要觉得我说错了 无所谓的 就当乐呵一听啊 咱这玩意儿本身都是虚构的啊 你要说听不下去啊 那就没办法啊 也不知道为啥怎么就 本身从这里面都是带有一定的吹牛逼的成分啊 不知道怎么还有一些小伙伴在这里 什么叫做不会 什么不懂啊 你要说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世界上啊 但凡这个人说我懂历史 那这个人肯定是在吹牛逼啊 因为历史本身就是 就是 就是这么跟你说吧啊 这个应该说是七分真 三分假啊 七分真 真是真在他的时间轴上 赢就是赢 输就是输就是输 对吧 你不可能说输出国量再厉害 最终诸葛亮帮助刘善统一三国了吧 那不可能啊 这就是 这历史 他这个时间线上的这个交替是没办法 你对吧 你只能说虚构一点东西 说白了 七分真都不一定 有可能只有五分是真的 五分是假的 到这开始说这个懂那个不懂的啊 你不可以啊 这个是咱不是说爱不爱听的问题啊 本身咱说咱玩这个游戏啊 确实是咱玩这个游戏啊 三国战计 三国至啥玩的确实不好 对吧 咱给这儿就靠这点青牛逼这儿了 到你这儿变成不懂了 我这心态都不懂了 史记司马迁有自己下边的内容呢 史记的话司马迁他80%都是根据自己所见和所闻 尤其是所闻 所闻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那我跟你说 现在黑龙江省昨天晚上中了一柱 中了一柱这个2.4亿的这个彩票大奖 那你你觉得是真的是假的 对吧 是真的吗 真的呀 官方报了啊 官方报道了啊 黑龙江某 对吧 某男子 对吧 这个买富助买了买了多少住买了 对吧 对吧 拿下了2点几个亿的大奖 还有照片呢 而且穿的衣服 当然穿的衣服可能说是中国体育彩票啥的啊 但是确实是官方报道的啊 对吧 那你说是真的是假的 那你说真的就是真的 你说假的 那就是假的 那没办法 而且历史无论是 他别说他道听途说是听人说的 即便他自己亲眼见的 那咱们是不是道听途说的呢 咱们是不是也听他说的 对不对 那他是不是带有一定的个人情绪啊 这个都没办法的啊 这带有一定个人情绪的啊 有的史官咱们大多数可能是感觉都是司马仕作为史官 司马仕有的时候有的皇帝不爱听你说话的 觉得你是有点过分了啊 我不想让你这么记载这样的历史 我不想让你记载我 你说我怎么怎么样了 那我权力最大 那大不了我就给你吃用行的 对吧 那可能史官的家族就是说 我的家族就是这样神的 哎 你如果说你要是想 对吧 你要杀我 你杀我 我还有儿子 杀我儿子 我还有庞系的亲属 我们家人就干这个的 对吧 那你要这么说也一样啊 那这玩意那干呗 那无所谓的啊 那李世民还是篡改自己的这个 对吧 一言一行的 有人在史官记载李世民说 你这怎么怎么样 你拿了我看看 不是 我们这就 我们阎官不能让你看啊 这皇帝你们一天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我再给你记载出来 你就必须得给我看 你不给我看 你不给我看 那你 你就试试看 对吧 那这个东西没办法啊 要带有一定的个人情绪的啊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 所以说啊 懂你不懂 你一听一乐 对吧 咱也不是照着历史课本在跟你讲故事 对不对 综合咱们这个真实历史啊 对吧 一些家喻户晓的这种小说啊 会计人口的这种野史啊 外史啊之类的 就跟你讲这个故事啊 对吧 每个人呢 对吧 故事都不一样 到你这儿懂不懂呢 我是真服了 小狼有没有买彩票 买彩票啊 我建议大家伙啊 就图一乐 而且呢 不要买什么双色球啊 什么大乐透什么的 买彩票肯定是要买 肯定是就是图一乐喝啊 买啥呢 买点什么3D啊 排3啊之类的啊 这点好点啊 你真事啊 你要是真说 真说 对吧 你每天娱乐的买一买 你这一辈子有机会会中个 会中个大奖呢 1000块钱大奖啊 两块钱换一千 有机会的啊 实在不行买个组选 有机会能中 中奖就出一乐 对吧 最终你算一下 你肯定还是赔的 我跟你讲 从来都是做庄的挣钱 哪有说赌徒挣钱呢 对不对 是吧 这晚上 这个不多说了啊 你只望着中大奖 那别闹了 好 感谢我们的黄浦哥五手大金卡 黄浦哥可能现在喝差不多了 这个点好像还有一场吧 这个刚才那个点应该说是盾 对吧 这个王八顿这个盾蛤蟆 然后呢 这个点可能是有这个啥啊 有这个 这个什么了这 这个可能要出去唱个歌 跳跳舞 数个一二三四五 自己的土自己的地 对吧 出去就花人民币 我说错了吗 啊 对不对 狼有双面卡了吗 我这 哎 哎 我 我这没有啊 我 我问一下 哎 我问一下吧 行不行啊 我 我现在就跟超管说 another look 问他要个用个卡的啊 这 我问一下啊 我问一下 我问他 问一下过来 这个 问他要个卡的啊 我问吧 啊 我问一下你啦 张嘴 你三分力吧啊 浦哥好多高 啊,他说这个发不了啊,兄弟啊 我没喝酒,啊,黄埔哥不喝酒 关键是黄埔哥有闷啊 刚才黄埔哥在微信里面给我发了一球子,那个小姐姐啊 我感觉他那个场特别厉害在哪呢 就是阴盛阳衰啊,你像我们都是罗汉局,哪怕有一个闷呢 对吧,最多最多都是兄弟媳妇,正妻啊 那种事,都没办法调卡的,只能叫嫂子的那种啊 不知道大家可能能理解我说的 对吧,大多数连兄弟媳妇都没有 绝对是男女搭配,大伙不累,可能是男男搭配,啥啥都累啊 这把黄鼓哥这一圈下来,感觉五六个女的,只有一两个男的,这有点东西啊 感谢番茄哥的一手陪伴飞机,支持我啦 好,哎呀,兄弟们三星啦,三星啦,嘿嘿,哈哈哈哈 不是,这个,我们这个超管,他管不了这个,没有这个能力啊 没有这个能力啊 我常识说啊 我来说这种能力啊 它可以怎么能力啊 只能能力啊 是我们这个不一样 你怎么 else 你最低了 我来说再来 我们这种能力啊 你自己的能力啊 我去下降 好,摔一看啊,都是妹妹,亲妹妹 那也行啊,那对于我来说,我就可以啊 就是,泥粉来一个,哈哈哈哈 泥粉,关键是这个,对吧,老,对吧 就是,就是说话都是,都是那种妹子的声音啊 这多等啊,这是最后一关了吗,是的,最后一关,骑马打吕布啊 这是主播在,我要有这个技术,我一天天不得嚣张的跟狗一样啊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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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好,这个是,其实这招并不好使啊,这招啊 有指定陪你喝,还有妹妹的陪你,那必须的啊 有这个,立马本西安排上了,对吧 先去长春招待,那个,那个,让猪哥招待一手 然后,再跑到本西黄鹏哥招待一手 然后,再跑到北京,让这个,怀旧哥招待一手,对吧 然后,那个,再回到那个,呵呵呵,再去哪哪哪招待一手,对吧 游遍中国,吃大户,跑到这,啊,吃他个,对吧 吃,吃,吃他几顿饭,跑那吃到几顿饭,啊 这个,小狼的心酸了,属于是啊 啊,葡萄哥之间双飞 这葡萄哥这双陪啊,双陪伴飞机 这简简单单,番奇哥加葡萄哥之间三陪了啊 三个陪伴飞机,简称三陪,感谢葡萄哥 今天有机会四星了啊,哈哈哈哈 人头,还差十三个人头啊,还差十三个人头啊 感谢葡萄哥啊,嗨嗨,嗨嗨 OK,可以看到,接下来一顿兔兔兔 你看那个曹操跑还得带上三美 这个三美到底是,原型是谁啊 如果三美,这个,假如啊,这个三美,这个 曹魏的三美呢,是谁啊,真姬 那也,感觉好像不太那个啥啊 如果是三美的话,曹魏势力的三美 跟曹操一个时代的,我们不如说,把大曹小乔 外加尊上香,或者貂蝉全抓住了 你看这个,在这个版本里面,驴步不是曹操手下吗 对吧,这里面有一个曹操,有一个貂蝉,有一个大乔,有个小乔 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对吧,你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东吴多也点干他呀,不干他就能起他 为他,他攻击这么高,不能啊 然后这个马站上攻击可能高一点啊 当当当当当 好... 好 fun 噹噹 好 看看啊 驢落喔 好 这个吕布带三枚啊 但是这个三枚并不是吕布的啊 这个三枚的这个叫 这个你还叫猪死 阿猪阿子 是吧 啊 这个的名字都有的啊 这投机 如果要是真有一箭发招的投机啊 我觉得是这个是真厉害了啊 对吧 一箭发招的投机 觉得这个是真厉害啊 还有叫菊 菊花的菊啊 这个吕布叫阿威欧福 阿威欧福啊 这游戏第一部 我没有玩过 但是我解说过 呃 也不能叫解说过 其实谈不上解说啊 咱也确实是不会啊 陪着大家伙看了 看过一起了 吕布多高 吕布比这个关羽还高 关羽大概是两米二 两米一七 然后呢 这个吕布大概是两米二五 啊 就是当然啊 咱们是按照这个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里面记载的啊 并不是说真实历史它有这么高的啊 关羽是整个这些人当中最高的 然后这个呃 张飞是张飞是两米一帽头 呃 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说是那么说啊 因为这个杜梁恒啊 总是像大家会想的那么准 对吧 人一说这个人身高 身高对吧 七尺男儿 身高八尺 啊 八尺就有点尾暗了 再身高九尺 啊 身高一丈 哇操那一丈 那什么感觉啊 你说身高一丈的人再拿一个杖八舌毛啊 杖八舌毛是一丈零八 他说我以为杖八舌毛是一丈八啊 后来发现是一丈零八啊 杖二的和尚 那就那真事啊 那那确实太高了 那都感觉那姚明都带这么准 就得养了养和丑的啊 好 那你那个乌图骨啊 3米69 好 直接一摔 可以看到啊 这个时间到了为什么不死 因为呢 无所谓啊 它是会慢慢的掉血啊 好 直接一摔 可以看到啊 这个时间到了为什么不死 因为呢 无所谓啊 它是会慢慢的掉血啊 所以说不会死 打boss的时候呢 只要时间到了的话 就会慢慢掉血 直到你最后一滴血了 你就会死了 呃 OK 可以看到啊 全程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有很多次呢 感觉好像要被秒的样子 其实就是有点玩的不太 不太那个 不太规 想要玩的过眼一点 结果呢 就对吧 结果就就被秒啊 就是有点快被秒的样子 但是一旦归起来 就无所谓了啊 啊 一条 直接 哎 三种结局啊 一个呢 是直接跳下去 一个呢 是直接杀了 杀了的话呢 咱们就 对吧 就最终就是一桶 一桶中原 哎 如果要是放走的话呢 就是三分天下 啊 这两个结局呢 都还好 但是呢 最惨的结局就是杀 但是没杀死呢 曹操跳瀑布 最后呢 求生 结果呢 曹操反扑 最后呢 曹操一桶天下了啊 三种不一样的结局啊 OK 那这就是来自于马战版的魏延 禁大血啊 说白了啊 其实 其实要不就禁血 禁这个大血 可能区别不大 在片本的最后呢 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就下期 再见吧